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人工智能模型与算法的人工智能概述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讲解这一章的内容 主要包括可计算思想的起源 人工智能历史发展的严格 以及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容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可计算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人工智能的思想内涵比较深厚 中国古代则人对智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 如孙子成说智能发谋 他理解为智能是一种能够根据当前的形式和当前的情况 谋划出一种谋略的一种思想武器 孔子说智者不惑 他认为智能是不迷惑不犯糊涂 孟子说是非之心自之端页 他认为智能的行为是一种能够明辨是非的一种举动 荀子在荀子证明中用大端的话语对智能观进行了解读 他说智能在人者为之智 这里的智指的是知觉 即人体所固有的认识外界客观事物的本能 如视觉的能力 听觉的能力和触觉的能力 知有所合者为之智 这里的智指的是智慧 知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认知 所以能知在人者为之能 这里指的一种本能 即人身上所具有的用来处置事物的能力 比方说如果我们行走在一条大马路上 对面死来了一辆超速失去了控制的汽车 我们的感官的细胞 以及我们的言语的一些能力 发现了这种失控的汽车 迅速做一种判断 于是人的本能就能趋利避害 避开这种失控汽车的冲击 能有所合者为之能 这里指的是一种智能 即对外界所产生的认知和决策的能力 寻此从这一个证明 这一段话里面 从知觉、智慧、本能和智能 对人工智能的一种感知到理解 到认知到决策与行动的行为 做了很好的概括 人工智能是以机器为载体 实现的人类智能或生物智能 这里的计算的载体是计算机本身 但是人类从手工计算走入自动计算 经历了漫长的年代 人类曾经以节省技术来实现计算的一种能力 如上古节省而至 后世圣人一知 以书切百官一致万民以察 在清明上合图中 赵太成家药铺柜中出现了算盘 招式着那个时代的人们通过算盘来进行手工计算 达到计算的能力 在20世纪初可计算思想不断的涌现 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发现许多问题无法找到可以解决的答案和方法 于是人们怀疑是否对这些问题而言根本不存在算法及不可计算 如著名的费马定理告诉我们 当整数n大于20 关于xyz的方程 xn次方加y的n次方等于z的n次方 没有正整数解 显然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当n大于等于3的时候 这个方程不可求解 但是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年代 最终在1995年 从形式化方法上证明了费马定理的不可计算性 及费马方程不存在这样的整数解 为了实现计算和不可计算等清晰概念的分类 可计算思想得以提出 刚才我们知道 人工智能是以机器为载体实现的人类智能或生物智能 那么我们要问 这种机器到底是什么机器 现在我们知道 这种机器是计算机 计算机的产生 有丰富的理论准备 这就是可计算思想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系 智能之器从何而来呢 1900年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 戴威德·希尔伯特 在数学家联会上提出了 著名的希尔伯特23个 刚领性的数学问题 其中 这里的第二个问题 即证明算数功力的相容性可以表述如下 即希尔伯特提出 如果一个算数功力是相容的 它必须具有三种性质 一 完备性 即所有能够从该形式化系统中推导出来的所有的命题都可以从这个形式化系统中推导而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实数看成一个相容的 算数的形式化系统 那么所有属于实数的这样的命题都可以从这一个实数数学系统里面推导出来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属于我 即完备性 一致性告诉我们 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或为假 如我们已经定义好 负二小于零是正确的 那么不可能负二大于零也是正确的 即一个形式化系统里面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命题或者一个概念是同时为真或为假 可判定性指的是算法在有限部内能够判定这一个形式化系统里面某一命题的真为 希尔伯特提出的这一个问题 希望用证明的方法来解释形式化系统的相容性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开始产生了如何证明这一问题或者证明这一判断 如果可以去证明 那么这个证明或计算的载体是什么 希尔伯特纲领提出30年之后 哥德尔在《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不可判定命题》中给出了一个证明 即哥德尔不完全定理 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告诉我们 任何表达力足够强的形式系统都不可能同时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是一致的 那么一定是不完备的 如果它是完备的一定是不一致的 这里哥德尔用的是原始地锐函数 这一个计算载体 来证明了希尔伯特纲领中的问题二 图宁在1937年发表了《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 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出了图宁基模型 图宁基模型是一个两端无限长的纸带 上面有非常多的方格 方格上存储了即将要执行的数字或者信息 然后有一个控制指针指令及控制控制指针进行如下的三种操作 要么读入紫带中方格的信息 要么向左移动一个方格或向右移动方格 图宁基指出通过图宁基这样的模型可以得出判定性问题 即有些数学问题是不可以求解的 图宁是不可停机的 图宁基模型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有非常多的不可计算的问题 如前面讲到的费马定理 这个方程不可能存在正整数解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图宁基对于12加8 这一个计算任务 它的计算过程 我们可以把12加8写在图宁基的方格里面 控制指针首先指向12 程序控制器告诉控制指针不做任何操作 向右移动一个方格 于是加法被读入 加法被读入之后 指令集告诉即将进行加法计算 继续向右寻找贝加数 于是8被从控制指针读取完毕 一旦加法操作中12和8两个加数和贝加数被读取进入之后 指令集将触发一个加法的程序 完成加法计算 于是最后在这一个两端无限长的纸带上面 只留下了20这一个结果 程序控制器不再只是控制指针做任何的操作 这里也就意味着图宁基停机 从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 12加8这一个计算任务 是可以被图宁基完成 并且是可以停机的 我们再回忆一下 如果我们把刚才的费马方程 x的n次方加y的n次方等于z的n次方 摆放在两端无限长的纸带上面 那么图宁基将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n 然后再去寻找恰当的xyz 使得这个方程成立 显然图宁基不断地寻找和搜索的过程 是无穷无尽的即不可停机 也就是说这一个问题对图宁基而言 是不可计算的问题 是不可停机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 可计算思想提出了原始地位函数 那么的远算算子和图宁基等计算的载体 这些计算的载体只有图宁基 推动了现代计算机的产生 从而在40年代 人类第一台计算机诞生 实际上这三个计算载体 所能执行的功能和任务都是等效的 也就是说一个可计算的任务 如果能在原始地归函数上被解决 那么一定能够在 那么的演算算子和图宁基上完成 如果一个图宁基 不能完成某一个计算的任务 那么这个计算的任务在原始地归函数 或NAMD演算算子上也无法完成 我们这里给出了三种计算载体 所提出的学者 以及它们计算的角度 如原始地归函数 是从数学的角度来考虑可计算的思想 NAMD演算是从数理逻辑的角度 来考虑可计算的问题 图宁基是从机械的角度 来考虑计算的问题 从刚才的图宁基模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我们把要执行的任务 或者指令写入程序控制器 我们就可以在外部数据的驱动之下 从程序控制器里面 调出应该被执行的程序 来完成一系列的任务 最终完成我们可计算的任务 由于图宁基具有良好的机械计算的能力 因此图宁基最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的理论模型 我们又讲到三种计算载体是等效的 这种等效已经被证明 被称为秋奇图宁论题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计算的任务 如果存在一个有效的过程 它就能被图宁基实现 反过来 这一判断的逆否问题 仍然成立 即如果一个任务不能被图宁基计算或图宁停机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计算过程 即该任务是不可计算 图宁基理论模型的提出 直接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第一台计算机的产生 为了纪念图宁 人类设立了图宁奖 图宁奖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他是1966年设立来纪念这一个伟大的人物 图宁在发现计算机的同时 在二战期间 领导英国的研究者 发明了一台解码器 叫做英尼格玛 英尼格玛的产生 破译了德军的密码 推动了二战提前的结束 从这里可以看出 图宁基模型 推动了可计算思想的深入的研究 而可计算思想深入的研究 直接使人类从手工计算的时代 进入了自动计算的时代 只有人类掌握了自动计算的计算之器 人工智能这一个计算的载体 才被有效的利用起来 来实现人类的某一个智能的某一方面 图宁在那个时代 对智能的测试也做了一定的思考 即如何来判断一个系统 或者一个算法一个程序具有人类一样的智能 图宁把这个测试称为图宁测试 图宁测试按照如下的过程来完成 有两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放入了宣称已经达到了 人类智慧水平的算法或者系统 另外一个房间是人类本身 然后我们可以出20道题 让宣称有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和人类本身 来进行回答 分别得到了20个答案 把它混合在一起 把这40个答案交给一个法官进行判断 如果法官能够一五一十的判断 某一个答案来自图宁测试的这一个系统或者程序 某一个答案来自人类本身 那么由于回答问题的结果 能被法官明细的判断出来 所以说这一个给出答案的算法或系统 不具有人类的智能 但是如果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些问题 法官难以判断是计算机还是人类给出的 那么图宁说这台计算机就具有人类的智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判断一个算法或一个系统是否具有人类的智能 我们只需要去判断这个算法或者系统所给出的一种行为的结果 是否能被人类区别为是算法所做还是人类本身所做 当然在那个时代图宁测试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也必须强调人类智慧水平的测试 并不只是依靠传递小纸条而完成的 人类的智慧水平还有其他的测试的这个方法 如人类可以察言观色 可以通过表情来理解人类的内心活动 这些内涵测试的方法在图宁测试提出的那个年代尚未触及 不论怎么样1937年图宁测试模型的提出 使得人类走入了自动计算的年代 那么当今自动计算在摩尔定利的支撑之下快速的发展 所有的摩尔定利就是指计算机速度每隔一年半将增长一倍 这里给出了摩尔定利推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飞速发展的势意 当然摩尔定利的发展中有中期 但是摩尔定利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之后 我们相信人类会有更多的新的材料 或者新的计算的方法 新的计算的体系架构被提出 继续推动计算的能力不断的向前发展